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每周一次的Wire中文讲堂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春天的一个话题 因为现在可以大家都感觉到冬天已经渐渐地离开我们 春天也慢慢地来了 那春天到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 就是进行家里的一个清洁的大作战 那我们都会把换季的衣服拿 把冬天的衣服洗好收好整理好 然后把春季夏季的衣服拿出来 同时会给家里做一个清洁 那我们在春季的这个清洁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怎样用到我们天然的羊粒病的精油产品呢 今天我就会给大家带来这一部分的分享 好 先请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资料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春日清洁大作战 同时也是我们的9月份的积分奖励计划 所以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呢 不管我们是把家里的那些没有用的垃圾扔掉啊 还是说清理我们的冰箱 清理整理房间呢 总是会是让人很头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 尤其是如果家里房间比较多的话 那么我们最近大家都很流行断舍离这句话啊 当我们准备断舍离 把家里所有这些不需要的东西全部都扔掉 把家里清洁干净的时候呢 我们要记得寻求精油和我们的盗贼家居清洁系列产品的一个帮助 然后当我们清除生活中的混乱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同时使用天然成分的产品 来替代掉合成的化学成分的家居清洁系列产品 我们可以净化我们的家居环境 同时也可以带来我们春日的美好心情 因为想象一下在我们做清洁的时候 如果我们所用的产品都是香喷喷的非常舒服的味道 让我们做清洁的心情也会不同 那同样我们每次做培训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温馨的提示 所有的产品呢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者预防任何疾病 我们分享视频中的信息仅仅适用于教育和宣传的目的 而不应该作为代替医生的意见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 请大家咨询专业人士 我们不做任何的陈述或保证 如果收听者之后使用或者不当使用 我们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而且这个视频的分享内容 仅仅适用于Yong Living的澳洲和新西兰市场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积分促销计划 我们这个月190积分的话 我们会有一瓶澳洲尤加利Eucalyptus Radiata15毫升赠送给大家 那么如果是机油奖励计划呢 客户呢我们会额外的拿到一瓶橙子清香复方精油15毫升 我们又叫做U橘 Citrus Fresh 那么250积分呢 我们会在以上的产品的基础上呢 会再获得一瓶柠檬精油15毫升和三小只盗贼清洁喷物 那么这个整个的产品的价值是114.5的澳币和123新币 所以这个三只盗贼清洁喷物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是非常方便大家随身携带的一款小巧玲珑的产品 那么到320PV呢 我们会再得到一瓶盗贼家居清洁液426毫升的 以及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我们Young Living Logo的盗贼喷物瓶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DIY我们家居喷物的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总价值呢就是160澳币和176的新币 那这个月呢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一个400分的促销计划 通常我们都是190,250跟320 那这个月我们特别的为大家准备了一个400分的促销计划 那么订购达到400分的会员朋友们呢 还可以拿到一个额外的露珠扩散器 我们最受欢迎的Due Drop Diffuser 那么这个总价值呢就达到了269澳币和291块2毛5的新币 那这是我们整个春季呢为大家设计的一个促销计划的一些赠品 那下面我为大家仔细地介绍一下这几款赠品 能够在我们春季清洁大作上中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那首先我们看看我们的Due Drop Diffuser 我们的露珠扩香器 这是我们卖的非常好的一款扩香器 它不仅仅是一个方向的扩香器 它更是一个简单易用的加湿器和物化器 它的设计灵感呢 来自于一滴露珠的纯净和优雅 是我们家居环境的一个非常好的点缀 而且这款产品它非常小巧也非常的轻 所以不管你是出差还是出去旅游 这也是一款非常好的随身携带的一款扩香器 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Power Adapter塞到它这个扩香器里面 再加上几瓶我们随身携带的 帮助我们夜间Diffuse精油 扩香了精油 这样就是整个一个小小的露珠扩香器 就可以很容易的塞在我们的旅行箱里面 然后它是非常结实的 特别的塑料制成的 所以它也是很硬的一个塑料 也不容易摔坏 所以当你不管是出去旅游还是出差的时候 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们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扩香我们习惯闻到的入睡前的香分 这样可以把不管是在酒店里 还是在陌生的环境里 我们都可以营造一种在家中的这种温馨舒适的感觉 那同时这款扩香器它也有加湿的功能 它喷出来的是冷物 所以它不会损害家里的任何的家具啊 或者是我们的床上用品 它只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一种冷物 它可以把空气中增加湿度 尤其是在过去的这几个月 我们的细腻的气候非常非常的干燥 所以这款露珠扩香器 是我每天晚上入睡前是一定要用的 因为它可以增加空气中的湿度 让我们入睡的时候 伴随着香香的这种精油的香分 同时也不会觉得太干燥 所以这款扩香器呢 是我们家居环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点缀 那同时也是适用于每位朋友的每日使用 不管你是放在卧室里还是放在客厅里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那这个月只要订购到400分 就可以免费拿到这支扩香器 那么这支扩香器平时售卖的时候 是价值105块的 同时在这款扩香器里面 我们还会赠送给大家一瓶 5毫升的柠檬精油 和一瓶5毫升的薰衣草精油 那下一个是我们介绍的是 我们的盗贼家居清洁液 以及这瓶这个非常漂亮的 用我们的Young Living Logo的 专属的喷雾瓶 我们的多功能家居清洁液呢 使用的是100%植物和天然成分的配方 而且它超级浓缩 所以它是你 我们说它是宁春日清洁大作战 最好用的一个秘密的武器 你可以非常自信地使用这个清洁液 清洁所有家庭的这个家居表面 它可以用来清洁镜子 就比如说像我们厕所的镜子 它可以用来清洁洗手间的台面 可以清洁厨房的台面 可以清洁抽烟机 可以清洁我们的抽水码头 还可以清洁我们的地面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功能的一款清洁液 而且因为它是非常浓缩的 所以每次我们使用的时候 只要半个或者一个瓶盖就够了 那我们配套有赠送给大家 这个非常漂亮的Young Living Logo的喷壶 你可以用它来DIY 那你就可以放一小瓶盖的 倒贼清洁液在这个喷壶里面 然后加上水 然后晃匀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喷壶 来喷我们生活中的台面 比如说我们的厨房台面 或者说用它来清洁 我们的淋浴房的玻璃 清洁能力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香 它是里面富含了我们倒贼精油的 这种非常纯正的杀菌的香味 所以你在做家居清洁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难受 因为很多的家居清洁产品 在市面上超市能买到的 它里面添加了太多的化学成分 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 能够买到的一些清理桌面的一些喷雾 或者是一些多功能的清洁液 或者是擦玻璃的这种清洁液 它都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在里面 那我们使用过的家庭主妇都会知道 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使用的时候也很伤手 所以我们都知道气味是能够很快的 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做家居清洁的时候 吸进了太多不好的气味 那么也是非常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把超市里买来的那些 还有太多化学成分的家居清洁液 置之一边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这款 盗贼家居清洁液 因为它是多功能的 然后它又是用量非常省的 我们可以用它来替代 所有的我们需要的一些清洁液 来清理我们整间房子 所以这真的是一平在手万事无忧 好那介绍完这款呢 我们看下面我们带来的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 刚刚有提过的非常小小可爱 可以随身携带的盗贼清洁喷雾的三瓶装 那这款盗贼清洁喷雾呢 它使用起来非常的快速和方便 而且它很安全 它可以安全地使用于我们的儿童的周围 因为很多时候妈妈们 在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比如说在外面上个公共厕所啊 那有时候会很脏嘛 那这款盗贼清洁喷雾 就是它能够发挥它作用的时候了 我通常都会随身携带一瓶 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饭 我会用它来喷一喷桌子 清理一下我们的桌 清洁一下桌子 比如说去公共厕所 我会用它来喷马桶盖 来清洁马桶盖 那同时它非常的小巧玲珑嘛 可以随身的包里携带 我们可以每一个出门的妈妈包里面 或者是我们自己平时上班的包里面 都放上一只 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它 那么它也是只使用天然成分 和我们一种 我们非常强大的辛辣柑橘香味的倒贼精油的 所以它的味道也是很好闻 而且呢它可以 它也是一个multifunction的产品 那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也可以用到它 我们可以用到它来清洁空气 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空气里有很不舒服的异味 我们可以用它喷在空气中 可以用来清洁空气 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清洁门把手 我们的桌面台面 甚至可以到工作场合 有的时候公司里可能会有很多同事生病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不被传染了 我们可以在没有扩香气可以扩香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喷雾 喷在我们的workstation工作的这个台面的周围 那也是起到一个预防和防护的作用 所以这款清洁喷雾真的是非常小巧玲珑 而且是非常适用于随身携带的 这款清洁喷雾几乎是我每天都会带在身上的 一个是这个清洁喷雾 一个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免洗的护手液 在秋冬天的时候 简直就是我每天不能够缺少的必备利器 那当然春天的时候其实细菌也很多 我们应该是也是要随身携带这款产品的 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小朋友的身体健康 那下面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是 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柠檬精油 那我们其实已经在之前很多次的聊过 到柠檬精油的一些作用了 那柠檬精油它可以用来增加食物的这种 食物和饮料的这种味道 那它也可以能够来制作 比如说很好喝的柠檬类这种产品 那它也可以用来扩香清新空气 那同时它在家居清洁上面 它也是有很大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用清新的柠檬香分 来帮助我们来清洁 所以我们可以加入几滴到柠檬精油 到我们的稻结家居清洁业来 来帮我们清洁地板窗户和家居的表面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 稻贼家居清洁业的喷雾 我们在放在喷雾瓶里面的时候 放入稻贼清洁业之后 我们也可以加入柠檬的精油 加入一两滴 可以强化我们的清洁效果 那同时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 也是可以加入一两滴柠檬精油 这样洗出来衣服都有香喷喷的香味 甚至我们在整理我们的衣柜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是希望能够有除虫的效果嘛 希望虫就不要爬到我们衣柜里来 也希望我们的衣服常常有这种很清新的香味 那我们也可以找一个棉球 来滴几滴柠檬精油在棉球上面 或者像我们之前上一个月 加入了新货员 我们送的那个纯羊毛的dryable 干衣球 我们也可以把柠檬精油滴在这个干衣球上 然后把这个球球或者是棉球 跟我们的衣服一起放进我们的橱柜 衣柜里面 那这样我们的衣柜里就会常常有一种 非常清新的香味 那同时在这边 我们也给了大家一个小小的tips 怎么来清洁我们的地毯 因为大家都知道地毯真的是一个非常 藏污蜡垢的地方 所以家中要是有哮喘啊 或者是过敏的小朋友 我们都不会建议大家在家中铺地毯 因为地毯里面会有满虫 会有太多的灰尘 很难清洁掉就像我们经常的 经常性的半年洗一次地毯 或者每天吸地毯 也很难清洁掉这些脏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试试混合柠檬精油和苏打粉 来保持我们的地毯有一种清新的香味 我们把柠檬精油跟苏打粉混合好 然后将这些混合物均匀地 喷洒在我们的地毯上 然后我们静置大概15分钟左右 再用吸尘器吸去 因为柠檬精油有很强的清洁效果 而且它味道非常的芬芳 那苏打粉它也是有清洁的效果 所以他们可以把地毯中一些不太好的 脏东西或者成分 或者是不好的味道 吸到苏打粉里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苏打粉是有那种吸 不好的味道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混合好 喷在地毯上 那讲到这里 我有想到一个小小的tips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冰箱是我们储存食物的地方嘛 那冰箱经常也会 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冰箱有时候会很臭对不对 因为我们冰箱里可能会放生的肉类啊 生的海鲜啊 然后我们可能又会放 比如说新鲜的水果 我们又可能会放我们做过的一些 就是剩菜剩饭 所以有时候一打开冰箱 就会觉得所有的味道全部都串在一起了 这个是非常让人头痛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在想要喝我们的果汁的时候 就会发现果汁混了其他怪怪的味道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柠檬精油 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 之前在没有柠檬精油的时候 我曾经有试过把橘子皮 或者柠檬的皮 放到冰箱里来 因为它有吸味的作用 那如果有了柠檬精油呢 我们也是这样可以用柠檬精油和苏打粉 混合在一起 然后把它包好 然后放到冰箱里来吸味 或者是滴几滴柠檬精油 在我们的比如说茶叶包里面 或者说滴在我们的棉球里面 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来 也会起到一个吸味的作用 那这就是我们除了 其他的柠檬精油 其他作用方面以外 我们的一些小小的 在日常清洁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一些小小的tips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那么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 澳洲有加力精油 就是Ecalyptus Radiata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精油 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新 非常的refreshing 就是我们的安树精油 那我们都看到这张图上 有给我们写了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加到 加到我们的House Health Cleaner里面 这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 DIY我们自己的这种喷雾 我们可以加到任何的洗洁精 洗洁液里面 那它也是有一种 深受欢迎的一种清新的 有一点点辛辣的 这种果味的香粉 所以这款精油可以令人精神振奋 耳目一新 而且我们常常会把它用作 沙龙和水疗中心 在这种沙龙和水疗中心里面 我们可以扩香这款精油 来营造非常良好的一种环境氛围 那此外它也有非常非常舒缓的一种香味 它很适合 非常适合用于我们的睡前仪式 我们可以把这款精油 在睡前涂在我们的胸前或者后背 给我们自己创造一个舒适的入睡氛围 那同时也可以把它和比如说 薰衣草 比如说和佛手干 比如说和雪松 北非雪松 Seedwood一起扩香 那它也是有非常好的 帮助我们入睡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款精油也是非常万用的一款精油 那它的使用方式 其实也可以参考柠檬精油 因为它跟柠檬精油也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如果想要用它来 增强我们的清洁力 或者是增强我们的这个 房间里的这种香味呢 我们也是可以参考柠檬精油的做法 来用这款精油 而且这款精油 因为它是安树精油嘛 所以它是有安神的效果 那同时就是 当冬天到春天换季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一些鼻塞 或者是感冒 或者不舒服 头痛的时候呢 这款精油也能够帮我们缓解这种症状 像我通常会做的就是 如果我的女儿有鼻塞的症状 晚上睡不好觉 我会把它稀释之后 在睡前用这款精油 给它按摩鼻翼的两侧 或者抹在脖子上 或者前胸后背 那还有一种方法是 把它滴在它的水衣上 或者枕头上 就比较奢侈啊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用我们的 Dewdrop Diffuser来扩香它 那这个味道 它即使能够帮助它 缓解它的呼吸的不适 又能够帮助它 尽快地进入睡眠 所以这也是 一年四季必备的一款 很好的精油 那下面要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Sages Fresh 我们叫做橙子清香 又叫做幽菊 互放精油 那这款精油呢 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爱的一款精油 因为它真的是 结合了太多太多 大家都喜欢的国内精油成分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面包含甜橙精油 柑橘精油 葡萄柚 柠檬 然后Mandarin 就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柑橘的一种 还有Spermint 我们的绿薄荷精油 所以它闻起来是甜甜的 香香的 所以它是个非常非常好的 可以用来替代家居的 这种化学香精香分产品的 一个最佳的天然替代品 因为很多朋友都喜欢说 哎呀我在家里 我记得大家都以前 像我自己以前也会在 商场里会买那种 比如说一个瓶子里面 插几个棍子扩香的那种 那种香精嘛 其实它都不 对应该就算是香精产品 或者有些人会在家里 喷那种Air Freshener 就是空气清新剂 那这 大家都知道那些产品中 其实还是有添加很多的 化学成分 所以闻起来有时候会头晕 所以 之所以会头晕 就是因为它那个味道 其实还是添加了很多 化学成分在里面的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家里有太多不好闻的味道 那怎么办呢 那这款产品就可以用它来替代那些化学的香精香粉产品 我们可以混合几滴精油和纯净水 使用我们漂亮的 刚刚我们有送给大家的Yung Living Logo的喷壶 我们可以把它喷洒在整个房间里面 可以把它喷洒在我们的壁橱里面和床单上 这样的话 每当你整理床铺或者打开壁橱 你都会享受到这个圈子清香精油 了解 令人见分的这个香菇 所以呢 这款精油呢 它 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呢 我个人有时候也会喜欢把它加在零下红中 因为它是一款 融合了很多的果类精油的一个复放精油 所以有时候我在早上起来喝那 喝我的 每天必须要喝的那一杯零下红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喜欢加上一滴 Citrus Fresh精油 或者甚至有时候我就是为了 早上让我觉得自己精神更 神清气爽一点 我也会选择在办公室里来 Diffuse这款精油 所以这款精油在扩香之后的味道 也是真的是非常好闻 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 每个小朋友都非常爱喝的橘子香 橘子汽水的味道 另外同时呢 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妈妈们来说 如果小朋友们不爱喝水 那这款精油也是你的必备利器 我们可以加上一两滴 在小朋友们的水里面 然后这个水喝上去就香香甜甜的 很像橘子水的味道 有时候孩子们都会喜欢炒着 喝那些果汁嘛 那如果不想让他们喝果汁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款 复放精油混合水 来代替果汁给他们 好 那关于这个月的产品的介绍呢 我就介绍到这里 那这边我再跟大家recap一次 就重复一次告诉大家 我们的九月积分的奖励计划 我们是怎样设计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197分 可以有油加利 加上橙子清香 那么到250几分 我们是三个盗贼清物 加一个柠檬精油 再加一只油加利 如果你是机油奖励客户的话 还会有一个橙子清香 那么你再订购到320分呢 我们又会再送你一只家具清洁 也加喷五瓶 那么最后订购到400几分的时候 我们会送你一只路珠破响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一个 非常有阶梯性的一个几分奖励计划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些产品 在我们春日清洁中的 作用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月我们想要订购什么产品呢 我们赶快订购起来 可以免费的获得这些 帮助我们家具清洁的产品 那同时在这边 我想给大家再带来的是 我们这个月特首的两个 非常特别的两个促销计划 一个就是体验和感受 我们的造贼复方精油灶的超强清洁力 所以这个月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了 很多跟家具清洁有关的产品 那么盗贼复方精油灶呢 我们是买二振一 购买两块 就可以获得免费的一块 盗贼复方精油灶 那这款精油灶呢 每块的那个奥币价值呢 是15块9毛5 新币是17块5 那么它是10.5个PB 那这款产品也是可以放到 我们的机油奖励计划 自动订货里来订购的 只要你放两块 盗贼复方精油灶 在这个机油奖励计划的订单里 或者是标准订单里 第三块免费的 就会自动帮你加上 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 而且非常推荐这款盗贼 复方精油清洁灶呢 那是因为它是融合了我们功能强大的 盗贼复方精油 所以它带来了超强的清洁力 而且是有一种非常非常好闻的 一种盗贼的独特分方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9月份清洁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强力地推荐 我们盗贼复方精油的 这个家具系列的产品 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是采取 纯素食者的适用配方 它含有100%的植物性的天然成分 那么它包括棕榈油 椰子油 橄榄油 我们的枸杞子油 和芦荟的提取物 所以它用来洗的话 不会觉得太干 它很滋润 也可以舒缓我们的肌肤 然后它不含任何的 对我们身体不好的化学物质 那么这款精油灶呢 它促销是从9月1号开始的 那数量有限 大家先到先得 那就提醒大家一下 这款精油灶 它的保质期不是特别长 我这边不是很看得清楚 它的保质期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印象中 它的保质期不是非常的长 但是如果大家要用起来的话 其实很快 因为我们可以用它来 每天洗手 洗澡 像我现在洗澡 就用这款香皂 甚至可以用它来清洁我们的衣服 洗我们的衣服 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替代 我们市面上 还有太多化学物质的 这种香皂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 那么第二个 买一赠一的特惠促销呢 那真的是我们中国的会员朋友的特大喜讯了 那我们购买一包零下枸杞果 就可以免费获得另外一包零下枸杞果 那么这款枸杞呢 现在我们是已经有organic的认证了 所以它是一款有机的枸杞果 所以它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和蛋白质 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 而且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我们的枸杞果呢 跟我们朋友们经常在市面上买到的那种 比如说亚洲超市里的那些枸杞果 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它的来源不同 我们是有机的枸杞果 而且它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而且很饱满 我曾经在有些亚洲超市买过一些枸杞果 它们就是 一个是比较小 第二个是它们很脏 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接去吃 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灰 灰尘和那种杂质 所以通常我都只敢把它们用来包包汤 我要把它们很很轻 要把它们狠狠地泡 泡上个几个小时 然后好好的清洁之后我才敢用 但是我们的枸杞果 它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款干果 就像蓝莓干 就像是蔓越莓干一样 这个是可以随时随地抓上一把直接吃的 那我们的枸杞果呢 我们这边也给大家列出了一些 享用它的一些小创意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枸杞加保温杯 泡枸杞中年人的必备 我们可以把它加入到杯中 注入热水冲泡 那这个我昨天刚刚试过 很好喝 有一种淡淡的甜味 而且泡完之后呢 它的枸杞干果 你会看到它非常的圆润和饱满 而且可以泡一整天 泡到最后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吃掉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每天的享用那个小创意 那如果大家经常会说 哎呀我买了我不记得吃啊 没关系啊 你弄一个小小的饭盒 小小的一个盒子 或者是玻璃杯 玻璃瓶子 然后把它装在里面 然后就放在自己的公司 如果上班的朋友放在办公室里 如果是不上班的朋友 可以随身携带 就当做自己的上午茶 或者下午茶 直接把它吃掉就可以了 那同时呢 也可以把它添加到 酸奶和沙冰中 是我们健康早餐开启的 用我们的健康的早餐 来开启我们的美好一天 同时也可以把 添加到我们的健康麦片中 为每日忙碌的生活呢 增加额外的营养成分 因为很多朋友在吃酸奶的时候 喜欢加一些水果或者是干果嘛 那这款枸杞干果也是很好的 可以添加到酸奶 或者是我们的麦片中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额外的营养成分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 添加到蛋糕松饼 或者我们做面包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像我有时候 我会做蔓越美干面包 那现在我会做枸杞干面包 然后因为它甜甜的嘛 所以加到一个面包 或者是蛋糕中之后 它会提升这个 我们这个面包和蛋糕的美味 和口感同时也更加的健康 那同时我们还可以把它 加到沙拉中 像比如说我们要是做一些 很好吃的绿叶沙拉 那有时候因为都是绿色嘛 所以我们就说 哎呀我们可以加一点 漂亮的炫亮的颜色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款枸杞干果 添加在绿叶沙拉中 然后淋上我们的 加上我们的奶酪 加上cheese 加上各种sauce 这样就混合出一种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沙拉 因为这个很多时候 我们是没有在 就是在西人的沙拉中看到 那我们可以自己DIY一款 很特别的沙拉 那么这款枸杞干果呢 会在2018年12月1号到期 所以我们的订购方式也是一样 只要把它添加到 我们的供应管是标准订单 还是说自动订货订单里面 我们添加完一包之后 系统会自动帮你加入一包 然后这个枸杞干果 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吃 所以我们分享给大家一下 我自己用这款枸杞干果 一些小的tips 那我通常是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用来煲汤 因为我们会经常煲汤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 不管是鸡汤还是排骨汤 我们会加入枸杞干果 还有一种是喝粥 因为我的父母呢 是一年365天都是 每日无休的要喝粥 他们的早餐就是粥 那他们的粥不是那种 很单调的粥 他们会在里面加很多东西 那他可能会有白米啊 有糙米啊 然后有麦片啊 然后他会加一些比如说梅豆啊 豆类 然后他也会加枸杞干果 我发现如果加了我们的枸杞干果之后呢 包出来的粥会有淡淡的红色 而且它会喝起来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而且我们也可以用它来 有时候我们也会用它来做甜粥 比如说我可以用它来 跟红豆啊 枸杞干果一起包一个甜粥 或者加上大枣 一起包一个甜粥 那同时还有一种使用方法 其实我自己呢我会每天随时带一盒枸杞干果 我可以把它当做小零食吃 然后我也会把它跟茶泡在一起来喝 所以其实你看感觉一包很多 如果每天使用的话 也是很快就能够吃 就可以用完的 而且枸杞干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它也是非常的滋润 养血的一款很好东西 因为我们都知道红色的食物 是对我们的心脏和对我们的血液 有非常好的作用的一个产品 大部分的女性呢都会有气血虚的这个问题啊 那我自己也有 像冬天脚就会很冷啊 然后很难 就是很容易觉得身体疲倦啊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枸杞干果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食补的一款产品 那每天不用吃太多 我觉得每天可能吃10例左右 或者一小把就够了 那我们如果坚持吃它的话 那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气血补上去 能够身体有一个比较好的明显的改变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啊 尤其是枸杞干果 我觉得它的数量应该不会太多 如果想要订购的朋友 真的是机会难得 赶快把它加到你的自动订货里面来吧 或者是加到你的标准订单里来 然后赶快的订购这款产品 好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那我们下周四再见啦 谢谢大家 谢谢小燕 谢谢Fancy 拜拜